很多人对中药的概念 都是用药材煮成的苦茶 正所谓苦口良药 不过中医也都主张医食同缘 也就是说食物也都可以好像中药一样 有保健甚至是治疗的功效 陈医师 我闻到这里有很香的味道 是茶叶蛋吗 因为茶叶蛋在我们民间 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保健食品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茶叶蛋的一些主的配料 里面主要有一些中药材 有补气血的 比如说这个党参肥气 还有我们补血的生地 然后当然还加上一些香料 是给给那个茶叶蛋更美味 新加坡其中一种 和中药有关的美食 就是肉骨茶 我在香港吃开的肉骨茶 颜色是比较深色 和是比较重药材味的 新加坡这里的肉骨茶 颜色是比较淡 和是很重白胡椒味的 肉骨茶是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的地道美食 它的出现 原来跟以前当地华人的工作 是很有关系的 郭先生 为什么新加坡人 这么流行吃肉骨茶呢 鸡蛋的人做苦力当 在新加坡就没什么好吃 就是鸡肉 新加坡鸡蛋就很便宜 在鸡蛋的人做苦力当中药材 主要是售卖医治筋骨扭伤 和肌肉疼痛的药油 很多人来新加坡旅游 买手信一定离不开药油 我记得小时候 婆婆来完新加坡 买了很多药油回香港 为什么这里的药油会这么受欢迎呢 中国是苦力工来的 都是没钱买的 买药油 他们在山伯上炒草根和草叶 炒也慢慢用 现在用越好 他们的工具又用来体练 药油就好一点 药油就增加了 所以药油在新加坡 都很容易用 每个人都用 新加坡的药油一吸 很容易用 和郭先生聊天后 我了解到以前华人 来到新加坡的辛酸 他们利用自己对中医药的知识 受地取材 做了这些药油出来 真的很令我佩服 大家记住订阅 点赞 和分享我们的超艺理想频道 记得要给我们一个赞 发生的赞 人们的超艺理想 字幕提供 分析 人们的超艺理想 评论